二十百分之一 只有這個政黨才可以把臺灣帶起來 大家說得對 所以臺灣現在面臨時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的產業不好 經濟更糟 我們的社會的安全持續做得不夠 大家都覺得我們怎麼辦被人照顧 大家也覺得我們追求經濟經濟拿不到 大家也覺得說我吃東西安不安全 他們都很緊張 現在也還不起保險 全部都去保險 而這些人都是政治 也沒有去到處 也就是說 這些事情本來也就是政治的平衡要求的信件 所以在這麼困難的內容形式 我們外國的形式也很特別 我們也看到了這個政體 在主義外國的社會的時候 會去主義跟中國的關係的時候 他也會想像說這是一個民主國家 這個民主國家真正的主義是誰 是人 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告訴人 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公開 也有很多事情要讓國會有一個建議的機會 也有很多的事情要控告臺灣人系統的內容的罪惡 甚至是臺灣人追擊的內容的罪惡 可是總統在處理對兩岸四分的時候 常常忘掉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派揚發折 為什麼 因為就出現了半分鐘的事情 那這個半分鐘的事情 為什麼我覺得要換掉 一個是總統 一個就是半分鐘嘛 為什麼 因為總統不顧這個民意 非常異常 那他的立法委員 配合了一種 總統 異常 沒有事實的判斷說 這個國家做一個立法委員 看看應該堅持什麼事情 所以這樣的國會 這樣的政策 今天這個民主對政府不期待 今天這個民主對政府不滿意 為什麼 因為這個政府不相信民主 這個不相信民主 可以自己可以做這個 這個政策不相信說 任意有思考的 和民主要看的 所以 我要拜託大家 明年一月十六 我們就展現做 我們跟民主的判斷了 我們跟民主是有意思的 我們跟民主就是民主 大家知道好不好 好 明年的選舉 其實對全世界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選舉 尤其剛剛發生 馬學會之後 全世界人都會看說 臺灣人對馬學會穿握的選舉 但是 繼續選擇國民黨的那一方 處理這種不公開 跟人民 不分享 在共和民主的這個原則 這個基礎的一個政策 還是要有一個可以用無因子的基礎 來我們服務臺灣共同的因子 讓臺灣人被團結了 一起來面對 困境的一個政策 那我告訴你 民進黨就是這個政策 蔡英文的政策 也能跟著 大家一起來面對 我們所面對的困境 大家說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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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